关注一经风水,找到成功秘诀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经风水学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忘不掉,放不下,输不起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人生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有个高赞回答,颇具哲理 忘不掉,放不下,输不起 每个人的人生都各有各的苦楚 谈不上谁的痛苦更胜一筹 谁的难过低人一等 然而所有的痛苦,究其根本 往往就是两个字执念 执念太深太重,就容易陷在过去 无法自拔,从而加剧自身的痛苦 可正如三毛所言 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实质怎样紧厚 仍然走漏 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么失手,都会拥有 很多时候学会放下 才能够真正拥有 懂得忘却,方可得,内心喜乐 一,算了吧 莫被执念困在原地 执念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 人一旦陷进去 就容易被其牵着鼻子走 甚至一生都为其所困 电影《我不是攀金莲》中 女主李雪莲受丈夫秦玉和哄骗 为了多分一套房子而假离婚 结果假离婚成了真 秦玉和转头就和别人结了婚 咽不下这口气的李雪莲 决定起诉秦玉和 要和他复婚,再真离婚 出了自己这口恶气 然而这口气却并没有那么容易出 李雪莲找了县长 找了市政府,找了北京人代会 一层层上访,一次次碰壁 坚持了许多年 可到最后没有求到一纸判决书 却等来了秦玉和的死讯 得到消息的李雪莲万念俱灰 仿佛失去了人生的全部意义 可是她的人生 本该困死在这一件事情上吗 李雪莲相貌脚好 手艺出众,友人爱慕 明明可以拥有完全不同 充满幸福的人生 却生生因为陷在自己的执念中浪费了大好年华 于华在活着中写道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快乐 也没有什么比活着更艰辛 人和于是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求之不得之事 咽不下的气 有人选择如李雪莲一般 在执念的驱使下四颗到底 也有人用一句算了同过去和解 蔡康永和马东曾在奇葩说上 有这样一番对话 马东说 随着时间的过去 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而蔡康永微笑着否认 那不叫做原谅 叫做算了 我们不是圣人 我们只是累了 所以后来就算了 不必强求自己做圣人 不是一定要你原谅 过去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一句算了 不是原谅 只是不再困于执念 给自己一个解脱 二放下吧 放下过去放过自己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哈佛大学有一位教授 曾在某次演讲中和听众互动 他拿起一个装有水的杯子 问了大家几个问题 猜猜看 这个杯子有多重 如果我这样拿着几分钟 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如果持续一个小时 又会是怎么样呢 如果这样拿着一整天呢 杯子即使装了不少的水 拿一会儿也不会觉得太累 但是拿得久了 甚至拿上一整天 胳膊肯定会变得酸痛麻木 说不定还会肌肉痉软 要去医院 而要是不想胳膊酸痛 肌肉痉软有什么办法呢 很简单 您应该把杯子放下 一位听众回答 这时教授解释道 其实生活中的痛苦 有时就像我们手中的杯子 我们痛苦几分钟都没有关系 但如果长时间的想着它不放 它就有可能侵蚀你的心力 日经越累 你的精神可能病于崩溃 那时你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了 俗话说的好 脾起千斤重 放下二两轻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有些时候当放则放 否则只会将自己陷于困境 金庸先生的著作《神雕侠侣》中 求千任于婴姑而言 有着沙子之仇 所以他恨了他一辈子 可当伊登大师带着 已然悔悟的求千任 来给婴姑认错道歉时 他却发现 自己竟然已经认不得 这个沙子仇人了 伊登大师感叹道 这人便是求千任 你连他相貌也不认得了 可是还牢牢记着旧恨 仇恨到了最后 折磨的其实是自己 正如柏拉图所说 如果不幸福不快乐 那就放手吧 人生最大遗憾 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 不该放弃的 固执地坚持了 不该坚持的 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痛苦 其实并不仅仅是 痛苦本身造成的 对于痛苦的反复回味 对于过去的寸寸回忆 都在某种程度上 给痛苦增加了新的养分 只有当我们学会放下 懂得和过去告别时 才能够真正地 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得享自由 三 忘了吧 未来更值得你期待 王家卫说 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 如果可以忘掉所有的事 以后每一日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该有多开心呢 有些事情真的不必牢记 有些记忆真的可以清零 听说过一个寓言故事 说的是两位朋友一起去旅行 一个叫吉伯 一个叫玛莎 吉伯救了玛莎一命 玛莎就把这件事情 系在了一块石头上 之后两个人有过一次争吵 吉伯打了玛莎一耳光 玛莎就把这件事记在了沙滩上 刻在石头上的事 经历风吹日晒 度过春秋寒暑 可能都还保持原状 而写在沙滩上的字 海浪一打海风一吹 就消失不见了 人这一辈子能记住的事情是有限的 记忆要留给那些能够让自己开心 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感的事情上 至于那些杂乱的 令人心烦的 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一笑而过 忘了算了 面对那些会让自己痛苦的人或是 不妨学一学只有七秒记忆的鱼 无论有多少忧愁 七秒过后一切归零 又是崭新的开始 正如书以所言 健忘和迟钝 很多时候倒是最好的自我保护方式 对错得失都无妨 只是想往前走 不再为难自己 善于遗忘 也是一种能力 忘掉眼泪记住笑容 忘掉烦恼记住欢乐 忘掉过去记住当下 毕竟我们过日子过的是以后 而非以前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 有这样一句话 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沙城 时间俯视着一切建筑 你步步回头 可你却只能往前走 现实世界里没有时光机 我们都无法改变过去 频频回头只是徒增烦恼 何必给自己挖坑往里跳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将往事清零 未来方可期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合理和美好的 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实现 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如意 但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那些纠缠你的糟心事就算了吧 和执念道别 那些耿耿愉快的过去就放下吧 和自己和解 那些不太愉快的记忆就忘了吧 去拥抱明天 人间不值得 但是你值得 与其背负沉重的过去 在痛苦中挣扎着往前走 倒不如一念放下 一身轻松的上路 脚步轻快 前路可期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转发